五月天主唱阿信先前脫口表態 我們中國人讓不少臺灣粉絲大感失望 只是當天演唱會 阿信其實也提到 這些日子為了幫助震災 康海解囊想為各地災況 盡一份心理 在臺灣多個城市舉辦公益演唱會 及捐款 甚至贈災演出 五月天捐給臺灣三縣市 加總約八千萬元 再加上今年花蓮強震五百萬 已經合計超過八千五百萬元 另外再加上捐人民幣九百萬 折合新臺幣四千萬元 幫助全州當地震災 只是很多網友 還是沒辦法放下阿信脫口的這一句 回饋家鄉觸動兩岸政治敏感神經 經常在網路上與網友互動的阿信 這幾天個人社群也都晉升 直到二十七號才在潮牌夥伴的小紅書 貼文留言 要他今天陪我去喝豆汁 短短一句話也立刻吸引上千名網友注意 是否音樂歸音樂 政治歸政治 兩派網友持續個空開戰